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 昨天,相信各位老哥都已经看到了 在油管,因为音乐版权被下架视频乃至封号的 原来不止老黑一个 只是老黑确实比较脸黑 属于是第一批被波及到的,实属无奈 这里老黑就总结下事情的经过 希望能帮助到有相同境遇的up主 千万不要重蹈了老黑的覆辙 最后赔了富人又折兵 首先老黑是在11月19日接到第一个版权警告的 当时真的是一头雾水 这个音乐怎么还能侵权呢 原来一直都是用原神游戏里的音乐当BGM的 就算真的侵权,不也应该是老米官方举报侵权吗 这个见都没见过的第三方又是谁? 某印度公司 当时也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还傻傻的继续发视频 结果第二天一看 好家伙一口气给了四个版权警告 账号彻底凉凉 警告到三个就会封停账号 同时各种仿冒老黑的机器人账号 这时候就如同雨后春笋白 哪哪都是一天能冒出四五位来 用着爬虫技术一天二三十个视频 高强度复制粘贴 这怎么看都是一起有预谋的团伙作案 目的就是搞掉你的大号 然后冒名顶替你 来个真假美猴王 让你白口莫辩 那以下就是老黑的一些经验之谈 希望能帮到大家 首先在接到第一个警告的时候 就不应该抱侥幸心理 直接选择把以往的视频都下架 才是明智的选择 这样最起码你的大号还能保得住 其次原神的音乐版权 现在看确实是被这么群人掌控了 也就是其他up主说的那个印度公司 可能是钻了版权漏洞 攒着不管怎么说 各位up以后的视频 最好一丁点原神的音乐都不要有 尽量去选择五版权音乐作为BGM 要不然新视频还是会被相同的原因搞掉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抗辩申诉流程 老黑也是多方求助 发现用英文写比中文写通过的概率大一点 同时申诉文件中也不要带有任何感情因素 例如这个号对我多重要 是我的心血之类的 这种话语会大大降低通过几率 最好就公事公办 把你下架视频的所有文件 包括pr工程文件 BGM原文件 语音解说文件 图片素材等等传到一个网盘中 比如谷歌网盘 然后把地址发给他们 如视频所示 这就是老黑当初的申辩文件 审核还是通过了一个的 但要注意不通过的抗辩 不要重复提交 这个次数大概为三次左右 如果多次被拒 那油管会把你的账号直接封停 如果你有多个版权警告 最好一个一个来 不通过再慢慢修改 千万不要一起抗辩 把机会都浪费掉了 不过即使抗辩通过 后续流程也很繁琐 对面可以和你极限拉扯 拳套下来可能需要一百天 而期间你的大号不能更新任何视频 可以说基本算是废了 就算你再建小号 有可能被他们用机器人账号 以冒充的理由下架 这次直接连警告都没了 直接整个账号被消除掉 最后老黑再说一点 那就是不要指望油管的客服能帮你什么忙 那就是一群机器人 天天说着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根本就是个摆设 说句诸心的言论 人家看你用的是中文 理都不带理的 用英文沟通的效果明显要好一点 说白了 他们在乎的是英文频道的事 中文频道就是个摆设 最后也祝愿各位UP 能顺利度过这场无往之灾 那咱们有缘下期再见 拜拜